好 第一段末尾的《这不总是实情》 就等于为后面这故事发生制造了一个悬念 埋下一个伏笔 那我们看看究竟为什么这不总是实情怎么一回事 第二段交代了本文中的主人公更细节化的一些背景 第二段第一句话说 这句话也是稍微长一些 咱们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前面这个白颜色其实还是剧组的主剧了 一个著名的演员在一个非常成功的一部戏剧里面 曾经出演过这么一个贵族的角色 你看出演过某一个角色 他用的是动词cast 老师在单词里面已经讲过了 这个cast呢搭配叫be cast in the role of 这是搭配之一 我们也可以把它改成be cast 我们家借词s也行 对吧 单词中讲了 然后扮演什么贵族呢 这贵族我们互引导的 明显是定义从具修饰这个贵族 aristocrate 当然英国人都说aristocrate 都行 这贵族怎么样 他被关在八十底语里面 已经二十年之久了 for twenty years 明显是定义从具的时间状态 这个是被关押这状态 是延续了二十年了 惯了二十年之久的一位贵族 这是语法成文分析 下面我们看看这个一个小细节 就是二十一刻之日的复习 在这出现了一个 highly successful 非常成功的 你看咱们说过 非常成功 地道的用法却很少用very successful 而精通highly successful 来得更加庄严和正式 这个地方这么用 咱们再回顾在一百零六页 二十一刻的第十八行 一百零六页第十八行 highly successful 当时出现过一个highly successful academy 成立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拳击学校 甚至拜伦勋爵都成了他这个弟子 还进了 也是非常成功 这个表达咱们可以借鉴 还有刚才说被指派扮演了一个贵族的角色 be cast in a role of 我们讲过 这个地方也可以替换 先复习 这个cast可以把它变成 be cast as 扮演这个角色也行 那如果这 当然cast用被动了 因为他是指派某人扮演的 他做主意用被动 咱还有主动结构怎么说 扮演某个角色 那三个动词 play perform act都行 once performed 或者played 或者acted the role of 或者the part of an aristocrat 或者干脆把the role of the part of 去掉直接是once performed an aristocrat 或者played acted an aristocrat 都可以 这是主动结构 就扮演 这个会了之后 第一方面我们阅读 你说什么都看得懂 二来写作中 我跟自己不会重复 写作是忌讳雷同的 然后后面说 这个贵贵族怎么样 who had been in prison 被关到监狱里面 in the Bastille 就法国的巴士地狱 已经二十年之久了 这个be imprisoned 是可以延续的动作 入狱的状态 延续了二十年 是可以的 当然可以换成好多词 咱们词诺中讲过的 做复习 可用had been jailed jailed两个评写都行 第一个是美式的 第二个是英式的 咱们说过的 for twenty years 被关了二十年 可以 who had been incarcerated incarcerate 咱们也讲过 也是使入狱 用被动的 后面也可以加 for twenty years 或者干脆这么说 had been locked up 已经被关起来了 已经二十年之久了 be locked up 也可以表示延续的状态 被关押这个状态 但是 那个send to put in 这搭配在这用就不好了 had been sent to prison 或had been put in prison 为什么呢 这么搭配本身正确 但别忘记 后面有时间状 for twenty years 这个就有问题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send 还有put 这个动词本身是不可延续的 它是个瞬间动作 被送到监狱里边了 被关进监狱里边了 这个送到那里 关进监狱这个动作 它不能延续二十年 如果后面说for twenty years 那就很搞笑了 这个人被送到监狱 哎呀 这个路途遥远 我们过了二十年 还没到 还在路上呢 这不可能了 所以这个不可延续动作 前面 属于被关押 这个状态 这是可延续的 注意 在写字中 咱们英语中 要求比重要高一些 细节复杂 好了 那交代本文主人公 是一个著名的演员 这个他大概在发生 在这个哪一个场景之下呢 大概交代了 这个发生的这个场景 是这么一部戏 非常成功的戏 而且成功戏的 哪一个情节呢 这个第二段 第二句话交代的更清晰 咱们看 In the last act a jailer would always come onto the stage with a letter which he would hand to the prisoner 咱们还是看看语法分析 In the last act 这个act叫戏剧的幕 在最后一幕中 这是一个时间状语 然后这个白颜色 还是剧的主干了 一个jailer就狱卒看守了 那么他总会怎么样呢 总会到台上来 这个悟悟着 这不是推测了 悟悟着咱们以前说过 相当于use to do 就过去常常 过去曾经 过去常常 就会到台上来之后怎么样呢 然后后面这个黄颜色的 明显是一个伴随状语 拿着一封信 然后上台之后 把这份信再交给 这个囚犯的这么一封信 with a letter 意识到句末黄颜色 是个伴随状语 上台同时拿着一封信 然后这伴随状语里面 迁套了一个 未知引导的定义从据 去修饰这个信 什么信呢 就一会儿 他要把它交给囚犯 做一个交代 这封信是干嘛的 好 这是语法成分分析 下面咱看看细节细节 第一个就看一看这个act 在这儿它表示目 戏剧一个重要的单位 它分成多少目 还有一个词 经常跟它同时出现 就是场 一个戏剧分多少目 一目又分多少场 这个场就scene 用情景这个词就好了 看一个简单例子 It happens in Hamlet act 3 scene 1 这个情景发生在 哈姆雷特之中 第三幕的第一场 你看这是幕和场 这是作为术语 咱们知道就好了 本文中的last set 就是最后一幕中 基本in表示在什么什么 过程之中 是个时间状语 一个狱卒总是会到台上来 这come on 是个意思特别多的短语 在本文中 是表示登台露面的意思 上台了 登台露面 这一般是演员上台 这个我们看例子 There was great applause when the Russian ballerina came on 当这个俄罗斯的芭蕾舞演员 上台之后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有非常巨大的掌声 当他上台之后 我们顺便可以读一下 芭蕾舞演员这个词 慢慢来 ballerina ballerina 芭蕾舞演员 Russian当然是俄罗斯的对吧 上台 came on 上台之后 台下掌声雷动 可以这么来说 这是表示登台露面 上台可以用它 上台还可以用另外一个词 也行 也是与观众见面 直接可以用动词 Appear 就出现这个词 也行 Appear 也可以表示上台 你看本文中也做替换了 你不信往后找 你看第十二行 110月 我们第十二行末尾 Just then the jailer appeared with the precious letters in his hands 就在那时 玉卒上台了 还拿着那封宝贵的信 Appear 也能指上台 那么这两个词 我们看到 当然既可以表示 这个 演员的上台 有的时候也可以表示 运动员登台露面 运动员上场 跟观众见面 也可以 这两词都有这个意思 你看 He scored only two minutes after his come on 他的仅仅上场 两分钟之后 就破门得翻了 这come on 是上场 跟观众见面 在上面呢 是上台 跟观众见面 是类似的 都可以用它 当然这个come on 还有好多好多含义 我们以前说过come on 可以表示 催促对方 快点快点 快过来嘛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快点嘛 两个人打架的时候 你过来 过来小子 过来过来 come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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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他语行 但老师说了 不要读come on 不是啊 舌根不能动 是come on 还是发啊 舌都是平的 跟老师大声度下 come on come on 不是come on 舌根不能动 你看我们再换一个含义 就听得更清晰了 我们说得了吧 少来了 哪有这个事啊 李老师讲过一次 看到他还记不记得 第一个人说 你知道吗 我们接受玩二十四个脑袋 我说得了吧 四个脑袋早死了 我说come on 一个拉长之后 听得更清了吧 舌根不动 我们大家体会一下 come on 得了吧 得了吧 拉长 你看是这么一个声音 你要舌根动 憋子 come on 死了 传不上气了 舌根不能动 还有一个意思表示 对方 咱们还记得吗 说得太过分的 太离奇的话 我们说得了吧 瞎说 胡说 生气了 老外这么说 come on come on 语气跟中文也类似 中文得得了吧 他们叫come on 中国人生气 老外也生气 老外也生气说 come on 中国人一生气说 come on 好像真差不太多 come on come on 注意说根不能动 总而言之 come on 是个多意思 本文中是登台路面 然后到台上还怎么样 with a letter which he would hand to the prisoner 拿着一封信 然后一会儿上台之后 把这信再交给囚犯 整个with到句末 这是一个伴随壮语 借此段一座壮语 但是我们看到 定语从句 又是一个形式上的定语从句 它其实不发挥定语功能 你要是把它翻译成定语 修饰那个letter 就不好翻译了 拿着一封 一会儿上台之后 又交给了囚犯 这么一封信 拿着一封一会儿给他的信 什么叫拿着一封一会儿给他的信呢 这不通顺 其实本文中相当于这么一个句子 with a letter and he would hand it to the prisoner 拿着封信上台 然后一会儿 他会把这封信再递给囚犯 相当于一个并列句的结构 但用并列句写就啰嗦了 为什么呢 你并列句第一个 你的家连词and 两个句子中间都有连词 另外一个 你hand后面的家并语it 这样来就啰嗦了 为什么 又出现了 咱们以前多次说过情况 就是它相邻的前半句的末尾 这个东西刚好是后半句的一个成分 前半句末尾是letter 这个letter就是hand后面的宾语吧 干脆用定义从句 which he would hand to the prisoner 一个which代替了and和it 又是一个形式上的定义从句 因为用定义从句写呢 句子写得简洁一些 就这么一个原因 这个很好理解了 那么当然我们这个with a letter 可以变得更简洁一些 拿着一封 一会儿要给他的信 要做还没做的事 可以用动词不定是todoo吧 那么我们用独立组合结构一样 with a letter to hand to the prisoner 拿着一封 一会儿要交给这个囚犯的这么一封信 你看with是独立组合的标志的戒词 然后它的逻辑主语是一封信 然后这封信怎么样 一会儿要交给囚犯的这么一封信 要做还没做呢 这种动词不定是todoo 刚好是with 加上逻辑主语 加非为动词 怎么用独立组合结构 做状语也行 你看怎么写怎么有 我们语法制度好了之后 怎么写怎么有 用这个结构也行 用那个结构也可以 都可以 好了 后面说了 Even though the noble was expected to read the letter at each performance he always insisted that it should be written out in full 这个句子也是比较长的 咱们看个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逗号前面的前两行 黄颜色的 明显是even though引导的 一个让步状语从具 我们大家even though翻译成什么 even though翻译成尽管 而even if翻译成即使或就算 even though后面一定是一个事实 尽管 尽管这位贵族the noble the noble就是上文中的 the aristocrat都是贵族 咱们以前说过 这是同一次替换 怎么样呢 他应该每次演出都把信读一遍 be expected to do 叫应该做模式 不是被预期到 被预料到 是应该 这个结构咱们一会说 白颜色的其实是句子主干 he always insisted 他总是坚持要求 这是句子主干结构 然后后面这个写体字 net开始说句末 明显做insted 避语从具了 总是坚持的是什么呢 这封信应该原言晚晚的被写好 不能省略 为什么我不愿意背那信的内容 能照着读 我就照着读 insisted that 为什么后面用should be呢 这又关系到咱们以前知识点的复习了 should do类型的虚拟句还记得吗 在动词的后面避语从具中 可以加should do 在什么动词呢 表示建议 表示要求 表示命令 这是坚持要求吧 坚持要求的事应该被这么做 在美式英语里面 可以把一般来说 把should去掉 英式英语加should不加should都行 美式要把should去掉 所以美国人说成 he always insisted that it be written out info 那个it be should就被去掉了 英国呢 加不加都可以 咱们一看 是英联邦国家人写的文章 本文中作者就是亚历山大 他本身就是英国人 这个细节 我们看的差不太多了 下面再看一些 这个更重要的一些词法 那些比较讨厌之处 首先第一个 就是这个be expected to do 李老师刚才把它翻译成应该 他每次演出都应该读一遍信 不要翻译成被预期到 被预料到 这个应该的意思 有的时候呢 引动这个结构 be supposed to do 同样不要翻译成被预期到 他也有固定搭配的含义 翻译成应该 他们都可以类似于 should do 应该做模式 也是这么个意思 这个我们也是听一道听力真题 来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我们先全程贯注 仔细先听一遍 他问 what does the man mean 这个我们再听一遍同时看看选哪一个 这回看吧选哪一个 好了正确答案是 第一选下比较好选 he forgot to deliver a message 他忘记给别人传递一个口信了 为什么呢 咱们看个原文再仔细看一看 第一个女的说 do you know if George is coming to the meeting 你知道乔治今天会来参加会议吗 第二个男的说 哎呦坏了我本该告诉你的 他病了今天来不了 你看我的脑子忘了 oh no 这个no注意不要翻译 咱中国人不这么讲话 oh no 不什么不 咱们不说不 就是哎呦真糟糕 哎呦坏了 就这么一个意思 I was supposed to do be supposed to do 应该 那I was呢 一般过得时呢 就本来应该 刚才就应该的 我本该告诉你的 他病了 今天来不了了 那这男的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他忘记了 给别人传一个口信了 选递 be supposed to do 叫应该做模式 跟be expect to do 可以同时记住 有意趣同工之妙 再回到文章中 他每次演出 都得把信读一遍 但是后面呢 这看剧的主干 he always insisted that it should be written out in full 我们讲了这个地方是虚拟语气 咱们复习吧 在第15课中讲过 should do型的虚拟语气的 第一个情况 就是表示建议 要求命令 动词 后的避语从事中 应用should do型的虚拟性 这个should呢 在美式英语中 必须去掉 英联邦国家 有没有都行 咱们反正不写 英式美式 是都正确的 英国写上也行 你想想这些 order as decided 等等等等 咱就不一系看了 反正就是建议 要求命令 为什么建议 要求命令 这个事应该这么做 他建议应该这么做 他要求应该这么做 应该嘛 这就好记了 好 那咱们再通过一些例子再复习 he suggested that we help them with English 他建议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来学英语 这个should可以把它去掉 在美国还是必须去掉 英国呢是可以去掉 还有呢 the teacher ordered that the homework will be finished within half an hour 老师命令 建议要求命令 这个作业呢 应该在半小时之内完成 还是应该 美国必须去掉should 而英国呢 去掉写上都对 should有没有都行 就好了 这是食物课之年的复习 如果忘记 回去把食物课的这个片段 咱们再看一看 好 那么本文中教的 他坚持要求必须圆满写好 Instit后面可以加变异从具 没错 但是Instit还有一个 这个结构 后面加借词 on或者upon也行 Instit on 坚持要求这个事 on后面就加名词动名词了 当然有的时候 用upon 那个upon也行 Instit on insit upon upon 那个也行 但这个时候 本文中该怎么说 如果非要用insisted on 怎么办呢 后面就不能加句子了 得加个名词短语了 他坚持要求的是什么呢 坚持要求的是 这封信 被写好 咱们看看 应该选哪一个 咱们做书后题 113页第五题 动作快些 113页 咱们看第五题 他说 He always insisted 什么 info Incited 首先我们看 On writing it out 这个结构语法正确 但含义错了 那B选项 B选项只能翻译成 他坚持要求去写信 他没有说坚持要求自己写 这是用主动词不对的 他要求是信被写好 所以选A正确 On it's Being written out in full 这个it It's 表示信得背写 是他坚持要求的目标 这个动名词 Being 做On的编语对了 前面加数个 It's 这封信的背写 这是对的 而Incited 一般不加to do 所以C排出了 Incited 后面可以加 B语从句 但D选项后面 It would 后面用would 不可能的 Incited 表示坚持要求 后面可以用 是度性的虚拟 这would是不可能的 只能选A选项 就是他总是坚持要求 It's being written out in full 我坚持要求的是这封信得背写好 这个表达也正确 也正确 也可以 好了 这是我们看到第二段 就大概介绍了这个更细节化的背景 就本文中的主人公 另外他呢 这个大概发生在哪个情况下 这是戏剧的最后一幕 这个里面有这么一个情景 好了 这个第二段 我们跟老师看到这 第三段更加精彩 陈述了故事整个的发展和最后高潮 咱们第三段再接着来看这篇文章 第二段 先看到这